9戶車10萬火機抵達衛生所 忽然覺得比較虛弱蒼板 醫護人員不斷拍打他的肩膀 因為男大生全身無力 臉色慘敗 雙腳癱嫩 還需要有人搶扶台上擔架 而20分鐘前他才打完高端疫苗 剛剛涼血液 他也有給他喝那個果汁 醫生判定是冰箏 或者說身體狀況比較差 家屬趕到醫院 22歲男大生一早好端端出門 怎麼打完高端就變這樣 精神狀況也比較不好 然後會不會說在打的地方 人多都會引起因症的現象 彰化這名22歲男大生疑似 打疫苗前一天 看新聞太過緊張 睡不好沒胃口吃早餐 結果一打完針心跳血壓 標告突然昏倒 高端疫苗施打三天 出現四起猝死案例 也讓台中疫苗爽約率突破一成 真的我是很憂鬱 所以我又不敢去 因為現在看著說 三個幾天又四個月 我也會怕 台中52歲楊小姐焦慮緊張 預約高端疫苗臨時退縮不敢打 類似情況不只有她 我還是會害怕 畢竟她沒有核准 就是還沒有國際認證 對啊 我不想當白老鼠 猝死及不良反應 讓民眾引發疑慮 儘管還無法證實 是與高端的直接關聯性 但已經在民眾心中寫下大文號 記者台中彰化綜合報導